有洋公车业者拼市政也要顾选举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要逆转选情 亲自邀请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普聪加入竞选团队 金普聪选战经验丰富过去陈住前总统马英九胜选 金小道如今再度出鞘 侯友宜也证实将邀请马英九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担任荣誉主委 还有已经参与侯伴运作的台北市政顾问成国军 七月也正式加入 不过进办江浦社主委而是由执行长操盘 我会亲自的来拜托马前主席 以及各大佬各前担任过主席的长官们 还有拜托朱立伦主席来担任我们的荣誉 进行的主任委员 团队战力要升级 日前挨着打的幼儿园未要案 戏指悬头全数未检出本把笔妥 伙伴抨击律营公开造谣一句道歉都没有 提告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 跟赖办发言人戴伟山 警方近日将传唤两人到岸 民进党不断的用假信息 用政治的操作的方式 造成家长跟老师之间的社会冲突跟对立 身为政党的领袖 应该诚实的面对 国民党跟侯友宜市长 好好的顾好新北市的孩子比较重要 新北市该做的行政调查 也希望他们能够好好把它做好 浪费司法资源的动作 其实都不是我们乐见的 在卫药案中受重伤 侯友宜积极重整团队 不让卫药乌龙就此落幕 继续对绿营重追猛大